ESG關注社會責任和全球氣候問題的概念股份 他說應該怎樣選擇? 他說港股還是美股有沒有真正的ESG概念股呢? 你覺得這是否一個大的主題?值得留意呢? ESG應該是一個比較長遠的主題 但是先說回 在香港選擇很少 真正的ESG股近乎沒有 沒有的話不用硬硬想的 也不是 有些的 比如最初有段時間 大家都覺得甚至傳統電力股有環保 有新能源概念 很有新能源概念的都可以的 或者譬如當時也有一段時間 也確實是有人選擇過的 譬如農業電力這類 就是半傳統 半煤電 半新能源電的公司 都是有的 香港就是這一類 就不是太多其他的了 至於你說在美國 即是愛國這樣計算 有的 但是主要集中都是 說真的在太陽能股 太陽能股 我自己覺得 他們那邊就 真的炒就OK 長期持有的 我不是很建議的 因為以前 這個是牽涉到 太陽能本身 股份 他們那些 即是 在說計價的模式問題 而且他們因為 長期都是要靠 用大量的借貸 來做回 即是攤平成本 即是你本身 可能一開始出了 出了很多錢的了 你們靠跟銀行借位發債 來攤平 然後跟你說 其實撕花開 我每年不是真的花很多 是的 用這個方法來維持 但是往往 過去就算在美國也好 即是 港股就更加不用說 港股很多種子股 都隔兩三年就爆了一堆 是的 但是就算在美國也好 太陽能股也算是比較多 是會出現財務問題 財困 接著 收拾或者出事的 之前也出現過兩間 即是說一些 當然 日子不短的 在五至八年裡面 出現過兩間 是 比較大的 scale 所以如果你說這些 我又不算很特別 覺得很吸引 ESG暫時不算有一個 即是除了你 有時候會看到一些 什麽ESG相關ETF 是的 那些小注買一些可以 但是它打得很散 而且正如剛才所說 其實沒有一個很明顯明確的目標去賣 跟ESG 或者我們叫做 甚至乎碳加率相關的東西 有ETF 是的 不過又是利益很差 我又不是太建議 即是我也看到香港有人寫過 推介的 但是我自己沒有特別 怎麽跟大家說 就是因為 那些價值真的太闊了 以一般三戶來說 買的 你隨時 可能兩口價 會欠2% 你都不知道怎樣 是 那就沒有跟大家說 但是你以為 如果真的要留意 你可以看著一些 跟Carmen Trading相關的 股份就沒有的 那ETF你都可以的 你真的想可以買少少 是 即是碳排放相關的 是的 如果有興趣 又可以有問題進來 現在我們就看看 如何推介給大家 現在就不詳細了 是的 是的 對